跟大家做個簡報 就是剛剛這位長剛才說我應該最好不要做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試試看 Fail也沒關係 好 那個我真的叫 Bill Great Bridges Around Taiwan 那其實就是一個 一開始是從要吸引跟留住國際官的人才 不是國際人才 是持有國際官的人才 讓台灣變得更好 那要怎麼做呢 就是要去highlight 我們在share這個我們已經在幫忙做的事情 就是已經在 哪一些人已經在解決一些問題了 就像這個GDNB也算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 那我們要跨領域合作 才能建立我們想要的台灣 那我們想要的台灣呢 我們至少在BGBAD裡面說的就是 是一個 Global, Innovative, Open,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Society and Economy 好 那聽起來很廣 裡面已經有大概 我現在大概介紹一下 我們裡面已經有大概800多個人 才剛好三個月的一個community而已 然後我們也沒有公開 so far 因為我們一開始只是一個疑問而已 好 那現在你可以看就是 這裡面有各種各界的人 然後各世代的人 然後在台灣也不在台灣的 好 就是只要對台灣有一種熱忱的 然後想要讓台灣就是 而且是一種比較有行動派的人 然後我講這些其實我希望邀請大家做的就是 這個是我們的Ego System 我們已經在辦一些 我們第一個大型活動 已經在辦一些活動 大型活動7月5號 是邀請了兩個立委 一個國民黨一個民進黨的立委 還有一個代表業界跟代表 這個叫Civil Society的 來探討說 我們要怎麼做法律 就是政策改革 就是經濟政策改革 才能夠讓台灣變更 能夠吸引各種人才跟資源 好 這是一些活動方面 我們各種各界各領域的活動 但是跟這個 其實領域有關的部分 是我們想要做一個 一個Project Matchmaking的一個系統 一個Esystem OK 然後就是經濟政策 就是你進去 你就可以找到你要的人才跟資源 好 你可以看在這邊 那他會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 因為未來 我們相信說 有AI 有這些各種很巨大的 就是業界的改變 對不對 所以說已經不能靠說 你是哪一個大學 你是哪一個公司 你知道LinkedIn一般的那種 一般履歷的介紹 你必須要能夠 對自己的了解非常深 你要對自己的 怎麼去跟各領域的合作的人 就是各文化各領域的人才可以合作 那就是不同的Mindset 然後你要有一個很強烈的Project 所以基本上進去 會想要建立的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MVP 一個Platform 好 一開始 就是你進去 你會有一個新型的履歷 我們已經很清楚 想要的 那一種介紹是什麼樣子 可能跟 有一些部分跟IOH有點像 就是對IOH有些人 然後呢 就是你進去就會看到Society 這邊可以看到 每一個Individual 他的一些介紹跟 一些組織 就是全部都是關於BGVAD Mission的 對 就是剛剛講的一種 一種Society 我們想要BGVAD 所以 基本上你可以這樣想 就是像一個Facebook、LinkedIn 但是 它不是 Facebook跟LinkedIn 都不是 對Mission 有一個Mission的 它是一個平台 對不對 好 對 就是說它是 這是有一個Mission在的 一個大家一起合作 去讓它會變更好的一個平台 你進去 你就可以一目了人看到 全部 哪一些人在做哪一些事情 然後哪一些Projects 然後哪一些Organization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一目了人看到這些 OK 謝謝 然後 OK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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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